之旅推动少祖族语跟文化的起老 使阿松气好辞世 让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极度兵维语言的少祖族语 失去了最重要的族语附赠推手 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 南投日月潭发展成为观光区 压缩了当地少祖族人 使用族语的对话空间 人认得化国小的族语老师无奈地表示 在学校孩子会说族语 但回到家中却不太会说 有凑凑的感觉 所谓凑凑的感觉是说 根据圆明会统计 一百零五年十二月 少祖族人人口共有七百七十六人 目前通过圆明会少祖族语认证人数 一百零三年初级七人 中级三人 一百零四年初级仅四人 中级三人 合计只有十七人通过 通过人数仅占少祖总容口数百分之二 圆明会表示 希望借由族语老师有实习终点费 转为夜心制 持续推动原住民族语言法 在学校教学的这些族语老师的这个待遇总过去的用每一个小时来给他们的待遇改成月薪制也就是专职 这也是回应我们包括十长老这样的一个过去的贡献 在整个语言的传承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落实 圆明会期盼借由族语老师调整族语教师费用制度鼓励族人投入语言工作 而少祖族语老师则是担忧 外来文化强势冲击下 能否在部落中创造说族语的气氛以及空间 少祖族语的传承面临挑战 记得先拉比亚台北市场的报道